从修梦到一事修成的人 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必须断除淫欲 二必须拼命从弘法度人 三境界要高 是这三点吗师父 这个三点基本上法事都要做到的 不但人要做法事也做 人更要做到 你不努力 你根本一事修不成 你不断淫欲 你就是个人 好了 明白 谢谢师父的处理开始 师父 去许了一事修成的愿 三事因果一事报完 一般几年之内 业障和阻碍会集中报呢 师父 五年 五年啊 五年之内 五年之内 那同一个人 一个人许了一事修成 这几年 这五年内的阻碍的速度和强度 是没有许愿一事修成的几倍呢 师父 这个问题 八倍到十五倍 哦哟 这么厉害 那师父 那过了这五年之内 是不是这个人就轻松了很多了 是这样 是 是 师父 如果不许一事修 只需要偿还 原版就设在 定在今生的业障和一些限制报 就是 原则第二次第三次要偿 一定要还的 一定要还 肯定还 还 金是一定要还的 你上辈子 还不了 这辈子一定要还的 这辈子还不了到下辈子 但是这辈子要还掉上辈子的 你听得懂吗 他不让你接的很深的 一般的三世姻缘的话 你这辈子不还 下辈子还呀 哦 你上辈子那么 这辈子还呀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叫三世啊 嗯 三世啊 嗯 三世姻缘 那 三世姻缘是 是完全是马上收报的 啊 嗯 所以人家说 限时保 限时保 限时保啊 那师父 没有许愿一事修成 呃 未来世的业障 由于没有激活 再没有还掉 或是意味着这些 这部分同修 注定来世还要再还 这样 一定要的 所以很多人很傻的 你不念礼佛 你不做好事 你不做功德 嗯 因为只有功德能够取消你的业障 所以很多人做善事 做慈善 你做了再大 你下辈子还是投个人 更有钱 有什么用啊 嗯 对不对啊 你只有做功德 你做了功德之后 你下辈子不来了 你就是最大的本事了 你这辈子还来还债的呀 你这辈子做了 对对对 再做善事有什么用啊 嗯 对对对 网站在这条 difficult 但不可放弃 这个《اس纠帮 Dit》 你 bad